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意查收 有人说它和星象学有关 有人说这是数字起源的数字挂 也有人说它和历法相关 还有人说这是传说中的洛书 种种猜测都指向人类史前文明最尖端的科技与文化 显为人知的安徽灵家滩遗址 深藏着令人惊奇的发现 出土时这片精美的玉板夹在玉龟壳中间 应为一套组合 玉龟分背甲和副甲两部分 上面钻有数个左右对应的圆孔 玉板中部着有小圆圈 并以直线箭头准确分割为八等份 大圆外又有四个箭头指向玉板的四角 玉龟和玉板表面上给我们呈现出来的 似乎就是最简单的数字和方位 而真正深入了解它时 才知道这是一个复杂的数位 即宇宙系统之谜 两片玉龟甲上均有钻孔 龟背数八 龟腑数五 如果上下叠加 中间是五 两侧各是四 与真实乌龟背甲数是一致的 玉板上八个方向表示方位 左右各五个钻孔 林家滩还出土了六个小玉人 分别出土于两座墓中 所有玉人都伸开五指放在胸前 似乎也在表达着什么 人伸双手 每只手都具五术 所以中国文化包括五行学说在内 都是采用五进制 通过对十以内的数字 有机的重新排列组合 会产生有趣的数字现象 变化方法就是把 一 二 三 四 五 放于上左 把六 七 八 九 十 放于下右 这就是落书 落就是脉络 是世界有序运转的规律 这是一个极度平衡的状态 里面所有的数字 直线与斜线相加之和 都是相同的 玉板上面钻有九孔 下面四孔也合于此数 所以有人认为它是落书的源头 还有人认为玉板开创了中国的数字挂 也就是抽象数字的基础 玉板中心的八角星符号 也是个古老而有趣的谜团 直到现在 我国多个民族也有此符号 甚至遍布于全世界多种文化 这些图形符号就如同暗藏的自然规律的密码 却逐渐被我们忽略不忘 八角星纹还出现在林家滩玉婴上 当然林家滩的神奇不止于此 它还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玉的世界 碧 黄 月 奔 环 灼 灼 绝 管珠等 已具备成套玉礼器规模 林家滩所涵盖的文化符号范围之广 渊源之深 事所罕见 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高峰 却是一个被低估了的史前文明 林家滩遗址勘测出的总面积 约160万平方米 历经前后五次发掘 也仅占遗址总面积的八百分之一 也许不久的将来 我们还有可能被新的发现 再次震惊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